盧貝松清點趙宥婷 傳越古今當勇士 趙馬克你沒事多補一刀幹嘛 他今天在北京出席中發合作 赤子食物姻緣的 奇幻動作電影《勇士之門記者會》 我覺得電影會有一種遊戲感 然後我自己就挺愛打遊戲的 我知道你打 對 還打情罵俏啊 小心老婆在你背後 這是他婚後復工的新片 導演還是國際大導魯貝松喔 嘿 就之前來台取景 拍Lucy的那位魯貝松 我這種人本來就沒什麼前途 被魯貝松向中啊 可是前途無量囉 魯大導演透露來台拍攝Lucy旗艦 被趙宥婷主演的這部片給吸引 敵人節拼命 恩公認你為輕差大臣 專扮獨龍王一案 就是看了敵人節之神 獨龍王人敵趙宥婷 就是他要的武士 他親自鴛鴻電話 和趙宥婷聊半小時 對他謙虛態度 和流利英文影響很好 於是加碼在電話中承諾 還要在明年執導的新片中 為趙宥婷量身打造角色 而且你們兩個英語都非常好 我應該是這裡的英語最差的 對…你已經想我幹事了 又婷 又婷你難道不拯救一下嗎 你應該謙虛一點說 沒有…我就… 因為我沒拍過… 我沒全程英文拍過片 弟弟有過 所以我就希望他能夠 多照顧我一點 除了全程講英文 趙宥婷開始進行武術 騎馬等訓練 上個月起 在中國歐美拍攝三個月 之前… 昨天去本的時候 我一直都以為我也是勇士 然後… 然後呢 對 結果碰到很低利 然後深入了解一下 發現 他可能才是勇士 然後可能就是那個本吧 蘋果與LongLine 還生圓圓的本 發導 哈囉 我是李青天 5月18號 每晚9點 請鎖定蘋果日報 看到我真心的網路偶像劇 迷途喔